可能你现在听的是神旺第一线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耶伦有话说 耶伦说美国经济朝着压抑通胀 但是不会令经济严重衰退的方向发展 美国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 耶伦在星期二的时候 在华尔加日报 在他们CEO峰会中说的 CEO Council Summit 他说 对他和耶伦来说 软着陆就是经济持续增长 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 通胀率下降 耶伦就说 我相信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 耶伦在发表这个讲话之前 美国劳工部的月度数据就出来了 美国的通胀率是稳定的 这个我之前也有说过 11月份的CPI 同比上涨3.1% 即是比10月份 3.2%的同比涨幅 就有些放缓 还有耶伦说 现在数据看得到 美国的通胀就向着联储局2%的目标回落 而且 现在看来 这个目标的最后阶段 就不会让美国人感到痛苦 他这么说这些东西 有什么代表性呢? 很多人都会解读 就是 应该联储局 不过他们是分开的 耶伦做的事情和联储局做的事情是分开的 你听到耶伦这样说 就是联储局很有可能 12月就不会加息的 估计就是这样 接着有记者就问耶伦 你现在压抑通胀的进展 是不是可以令到联储减息呢? 接着耶伦说 我对联储局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我是不会置评的 耶伦说 如果通胀率下降 其实经过通胀调整的实际利率 正在上升 即使联储局不加息也好 实际上 你的通胀率下跌 那个息已经在上升了 耶伦还说 现在的利息提高了借贷成本 对联邦政府的预算 造成了压力 耶伦说 拜登提出了增加税收计划 有很多东西已经被国会否决了 本来提出的增加税收计划 可以帮美国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财政道路 但其实已经被 大家记得 已经被国会否决了 那 那 现在还有耶伦说 社会福利支出 社会福利支出 再加上联邦医疗保险的支出 会增加 这是需要解决的 他就这么说 这就是耶伦的说话 那 这件事 要搞多久呢 不知道 但是耶伦就好像很有信心 他就说 会软着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这个联储局何时会减息 联储局 我的看法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减息的 但是 现在有些人 如何分析 看看 那些人如何说 联储局其实 有两个风险 要管理的 一定要平衡 第一就是政策放松过万的风险 那么 就有可能 就令到经济 在 这个利息 慢慢升的重压之下 就崩溃 那美国就有可能 会有 几千万人失业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如何呢 现在 为什么要分析这些可能性呢 就是 你要看看他有什么可能 才可以大概猜到 他什么时候开始减 如果他放松政策是过早 那么通胀停留在3%以上 那么 没有办法达到 联储局2%的目标 为什么有2%的目标 因为2%的目标 就是要为所有企业经营者 有一个可以预测的 就是数字 为什么这些通胀一定要有一个政策目标 就是你要让那些企业 计算到一条数字 但是 在 美国 其实实际有些事情 价钱是上升的 化肥劳动力成本 是上升了 那么 做生意的人 他只有2个可能性 如果遇到这些问题 你要是就加价 要是接受一件事 就是你的利润缩税 如果再加价 会不会有衰退 其实大家不知道 Nate River 说有几千万人失业 估计而已 这个数字是 或者几百万人 他说Millions 几千万都是Millions 几百万都是Millions 几千万都是Millions 几千万都是Millions 是不是 好了 估计而已 Nate River 一定要说清楚 不是说美国一定有几千万人失业 估计而已 如果你的政策放松过慢 他的息再上升 然后经济崩溃了 那是几千万人失业的 不是说笑 是真的 一个地方经济崩溃 他有几亿人 他有三亿多人 如果经济崩溃到百分之十的失业率 当然现在看数字好像不可能 百分之十的失业率 就有几千万人 是不是 你看到这条数字 是不是 好了 但是当然 现在看到的环境 跟以前是很不同的 根本 以前没有试过这样的 过去 几十年 加息的情况 就是联储局 是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加息 其实是防止通胀升 就不是用加息去降低通胀 其实之前 那些加息的情况 所以现在 很难估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就是为什么现在说 这件事比较难估 通胀工资增长都减慢 美国经济前景这几个月 那些人说是改善的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资料 截至十月份的六个月 核心通胀 如果是断年计算是2.5% 那这个就低于上一个六个月周期的4.5% 这个核心通胀就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 这个是剔走 那多多车就说 美国一片好极 股市涨到一点 在美国的人不是这么说的 在美国的人有些就不是这么说 美国就是糟糕了 就是这样 这件事 就是 有趣的 就是现在 联储局这样慢慢加息 加到通胀高的水平 接着 令到通胀 彻底熄火 这种做法 会不会让政策收得过緊呢 那么 有些人说会 有些人的分析就说会 不过 实际上 联储局的做法 已经 恢复价格稳定了 那么 有些人的说法就是 现在应该要开始减息了 有些人的说法就是这样 因为通胀已经下降了 那次还有一些滞后效应 什么时候会减息 有可能就是因为经济放缩 失业率上升 比预期更快 就会减息了 这个就是 芝加哥联储局的行长 他叫 Austin Goosby 他上个月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是这样说的 如果失业率开始升 或者跟过去经济衰退的时候 差不多的情况 策略就会回到正常的地方 就是减息了 他的意思 另一个情景是如何 就是经济好 通胀回到接近 新冠疫情前的低位 联储局 就会减息了 这个就是 耶伦说的软着陆 这个情景 美国的股市还可以升 如果是这个情景出现的话 那 但是 会不会有这个情景出现 我觉得这么美好的事情 通常都不会发生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 当然 如果 有人 这个是 联储局其中一个理事 Christopher Waller 他最近的言论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如果通胀的形势特别正的 看起来是良好 就是向下的速度更加快 联储局理论上 可以在春天之前减息 这个Christopher Waller 他说 如果看到 这个较低的通胀 再持续几个月 不知道多久 三个月 四个月 或者五个月 我们就可能会相信 通胀真的要降 因为这个Christopher Waller 他 2021年 已经说要加息了 他一直说要加到尽 那么 Christopher Waller 他出来说 说 喂 可以春天前减息 这个是无限憧憬的 这个真的是无限憧憬的 现在 有些人就觉得 他说得好 现在就说一下 波士顿联署前行长 Eric Rosengren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有很多因素 可能令到联署局 不会急于减息 但是 如果 看到通胀 好像现在的轨道那样下降 最快 2024第二季度 就可能会减息了 我的看法就是 是美国暂时没有条件 减息的 不过这是我的看法 我不一定准 所以我经常会说 其他人怎么看 河虎就说 现在美股的预期 都会再拉升 其实 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美国 美国的环境 那些人觉得是好 那 有些事情没办法 我只能够说 还有就是 如果你 现在是不是抗击通胀的 最后一里呢 有些人就说是 这是最后一个英里 因为 上年通胀是7.1% 下降到3% 那 如果 如果 就是 由3%到2% 有些人就说是很难 这个做法 就是更难 将通胀由7.1% 降到3% 其实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们的论述就是 因为现在的通胀下降 主要就是 因为疫情造成的 那些 瓶颈就没有了 工人短缺 就缓解了 所以才可以将通胀降低 那 现在 有些人当然是担心这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抗击通胀 最后一英里 就要集合 更加多的力量 譬如失业的人 还有限制的工厂 要走出来 这个就是 印度人说的 印度央行前行长 Raghuram Rajan 这个 印度人 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我也觉得他有道理 其实 其实 美国 要出现了一些限制劳动力 出来 失业率要高一点 其实他们才可以真正去减息 其实是 不过 有其他人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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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 PER H&E 啊 他上个月的时候说了这一句 货币政策有制后性的 确实联储局在做的事情 有可能是过度紧缩 他就说这是无可避免的 说到这里 其实就差不多了 不过呢 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事情都是要慢慢才处理得到 那么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其实好像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直播有没有停 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我断了线 休息一会儿 如果没事就回来 有事就回不了了 休息一会儿